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他拥有不老不死之身 这件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我被枪杀了 这儿中了一枪 我会保密的 他等了他一千年 目的不就是为了跟我交往吗 那我可以这样问吗 周宇彤,宋威龙的《我与你的光年距离》 是一个千年苦练的故事 定情之吻 雪姬周宇彤是为故事一 宋威龙氏庆祝生日 早知道你这么害怕做摩天轮 我应该早点带你过来 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我对你做什么 你都不能买抗 谁说我不敢动 说完这句话 故事一把雪姬拉到怀里 在他额上映下一吻 两人的相遇十分富有细心心 四百万斤 那你们的车能上保险了吗 故事一开车不小心 抓了白负责雪姬的行车 经过一番容易摁出的商讨 两人互留了电话号码 手机号给我 一场幸运的终极战由此展开 我给你准备的礼物 我是不会穿的 为什么他们是那些人 我不是这样的 雪姬开始了对故事一的追求 你一件 我一件 这个是我 这个是你 她精心准备了自己和故事一的情侣装 兴高采烈地送给她 太丑了我不穿了 哪丑了 故事一嫌弃着衣服丑 却迫不及待地换上了她 雪姬对故事一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势 希望唤起她前世的记忆 被发现的应该是你吧 我们有缘在梦里见过 你疯了吗 就在强迫你 也会让你记起梦里的人 故事一渐渐招架不住了 你终于愿意主动来找我了 前世的记忆慢慢复苏 我只是很困扰 做了一些奇怪的朋友 她终于知道她是谁 这是现实世界 并叫出了她的权力 你 雪姬 说出她的权力后 故事一慢慢地靠近她 她满怀期待地闭上了双眼 吓吓你 我每天都想你 同样的事情 那就每天都在一起 雪姬也对故事一做了一次 两人互相承诺 她就没有你们 一直在一起 你愿意 你愿意 我愿意 如果你能活上千年的话 你想做什么呀 我不想活那么久 独自一个人活在世上 应该会觉得很舒服 如果你能活上千年的话 你想做什么呀 我不想活那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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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